教約難題,來到這一條就說 《聖經》清楚明言,神是決不後悔的 但為何又會有些經文記載說神後悔了? 例如《撒母二記》上15章29節,聖經說什麼呢? 它說以色列的大能者就必不說謊,亦都不致後悔 因為它不像世界上的人,它是不會後悔的 回答這條問題,應該留意的是什麼呢? 首先,聖經裡有一些詞語 它的意思是有時候不能單照我們日常所用的方法來領悟 這是注意的第一點 注意的第二點就是最好的方法解釋這條問題 就是將聖經裡提到神後悔和經文全面來研究 了解當中的用法 另外,注意第三就是從提及神後悔的經文裡 嘗試去尋找有沒有直接解釋 即是在那一節經文的意思的句語呢? 這三件事我們就要留意了 回答哪條問題呢? 我們要留意第一 聖經裡有沒有一些詞句的意思 有時候是不能單用我們日常的用法來領悟的呢? 那日常怎麼用後悔這個字呢? 有時候我們會說我後悔 是指到料想不到後果而追悔行錯 哎呀,如果早知道兒子那麼激氣我就不生他了 即是他做那件事的時候 預料不到原來有這樣的後果 於是就後悔了 但是聖經的用法不是這樣的 它是沒有包含到意外失敗而恨錯這回事 即是神不會早知道原來我做人會這樣 我就不做人了 沒有這回事的 好了,注意這個問題的時候的第二點 我們能否整理這些經文全面了解呢?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以說 將聖經裡面有關 神後悔、神不後悔 這些經文就分成三組 第一組的經文就是 旧約裡面人是可以求神後悔 求神後悔 不是神自己後悔 不是神悔恨 32章12節 求你轉移 不發你的烈路 求你後悔 不降和與你的百姓 即是說不是神後悔 是神被人求祂去後悔 那就完全兩回事了 又好像聖經 32章14節 於是耶華就後悔 那麼神這個後悔是人求祂而產生 不是神悔恨當時搞錯了而做錯事那一種 對不對 好了,聖經裡面 詩篇第九十篇十三節 耶華說 我們要等到何時呢 求你轉回 為你的仆人後悔 又對了 求神而後悔 第二組的經文在聖經裡面 詩人在描述神的慈愛 同神的憐憫的時候 亦都用後悔這個詞句 即是如果後悔是同神 就預料不到 即是不是無所不知 那就或者 如果是同神的慈愛 連述 和後悔 就不像人一般的用法 我們看看經文詩篇 106篇45節 為他們紀念他的藥 照他封聖的慈愛 而後悔 所以不同人一貫的用法 第三組的經文就是 舊約神經常都會 預先聲明他將會後悔 預先聲明將會後悔 即是他老早知道 就和人一般預料不到 不同的了 好像經文就耶利米書 十八章第七節 我何時論道一方或一角雪 要拔出賊位毀壞 我所說的那一方 若是主意離開他的我 我就必後悔 所以這種和人一貫用法不同 不將我想要使人的禍 降在他們身上 十八章十九節 我何時論道一方或一角雪 要建立災種 他們若行我眼中何聞惡的事 不聽從我的話 我就必後悔 不將我所說的福賜給他 耶利米書二十六章三節 或者他們肯聽從各人回頭 離開惡道 使我後悔 不將我因他們行惡 想要使人的災禍降伏於他們 耶利米書二十六章十三節 現在要改正你們的行動行為 聽從耶和華你們的神 他就必後悔 二十六章十九節 希西加豈不是敬畏耶和華 恨求他的恩摩耶和華就後悔 另外約爾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他有恩典 有年晚不輕而發露 且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後悔 不降所說的災 還有約爾書二十四節 或者他們轉意後悔 留下餘福 就是留下獻給耶和華 你們神的數字 還有約爾書三章九節 或者神轉意後悔 不發烈爐 約爾書三章十節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 見他們離開惡道 他就後悔 當我們全面分析這些經文的時候 原來很多這些經文 是事先聲明後悔 與我們通常那種後悔的意思 是完全不同的 當全面的時候就發現 舊約宗所論道的神後悔的話 大多數都有特殊的意義 不能夠照通常的意義來領會 而第四我們發現 就是經常都有轉意的連絡 即使神轉變他對人的法則而言 所以我們說神的屬性是不改變的 神的事情變不變?不變的 神的能力變不變?不變的 神的信實也不變的 但是神對待人的法則是會變的 變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屬性變了 變的原因包括了有想佛和福啟示的方式 而這些變是因為人改變神去變 不是因為他的屬性改變了 所以當我們全面的時候 又會發現第五件事 很多聲明神不後悔的經文 實際上表明神本身的定義 神不後悔即是神定義一定要這樣做 就不是因為神後悔、神不後悔 不是,不後悔的都是指神定義 一定要這樣做而已 詩篇一百一十篇第四節就說 耶和華起了誓決不後悔 不是說他會後悔 而現在就不後悔 不是這樣說 耶利米書四章二十八節 因為我言以出,我義以定,必不後悔 即是定義了 二十四章十四節的以西結書 我耶和華書國的,必定成就 必照話而行,必不返回 必不顧惜,也不後悔 所以回答這些話一定要留意 從提及耶和華後悔的經文裡面 嘗試去找找 有沒有直接解釋 到底後悔在那一句有沒有解釋呢? 原來有 在創世六章第六節就說 耶和華說 後悔做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原來所用的後悔 是表達神心中憂傷這一回事 即是當人很難過,你會怎樣表達呢? 如果表達到神心中憂傷,最容易表達 表達到神憂傷的程度去到高峰 是用什麼呢?就是用後悔 所以當看完這些經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神是不會後悔 用後悔的情境 是跟我們平時用後悔 意料不到恨錯是不同的